发现了一下像一头野猪啊 太吓人了那野猪刚才我们看了一头 就在路中间站着呢 是野猪吧 是 好凶了 嗯 大家好 廖正是汤必经我是俊叔 我们现在在山西渔寺一座大山的深处 这是一座人际罕至的山啊 我们走的这个路现在也是下不全是石头啊 也不是一条好路啊 今天跟我一块来的呢还是咱们渔寺的永哥 大家好 然后今天的目标啊是带大家寻找一个 非常非常显为人知的道观啊 荒废的道观 我们也是在刚才那个村里边啊问了问路 刚才那个村子呢就很难找 我们找了半天是吧 找了对一个钟头那村子 差不多 我才知道原来山西的村子也是导航导不着的 然后呢在村子里边问路 问了那么一个大概的方向 我们去带大家找找这座非常神秘的废弃道观 走了 据说啊在这个深山里边前段时间发现了豹子啊 电视台已经报道了 不知道我们这次有没有幸能看到 或者是看到它的蛛丝马迹啊 反正最好是别看到它的真身啊 如果和豹子狭路相逢呢 大家可能就看不到这期视频了 如果大家看到这期视频呢可能 这个 是吧 是吧 你懂的 所以今天 今天特意让永哥拿着这个 这个工兵厂 是担心怕到怕遇到豹子啊 虽然我们知道遇到豹子 工兵厂也起不到太大作用 但是至少是个新莲呗是吧 是 据村民说这个道观应该是在左侧的山上 我们现在搜寻左侧的山崖 但是现在走了有半个小时了吧 还没看着 还得继续往前走 爬了一个小时了 一个多小时了 还没有找到那个地方 刚才永哥看的一个洞 按理说呢 那个地方应该是更明显的 标志应该有 不应该只是一个洞 你看你旁边开个视频 大概看一下这个有没有演出这个路 给我们指一下道 因为据一个抖音的朋友说嘛 这个罐应该是在半山腰 我们现在就马上就要爬到山頂了 你看周围都是山脊梁了 还没找那个罐 这个海拔首先就不太对 是吧 这高度太高了 所以问一下这个朋友 由于大山里手机没有信号 我和永哥求助为国 只能返回再仔细找一次 这时候 我突然发现前面的路上 有一个奇怪的动物 发现了一下 一头野猪 确实是野猪 都没动 回过头来了 回过头来了 没看见咱们 走走吧 快走吧 车来 好厉害 快走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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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吓人了 那野猪刚才我们看了一头 就在路中间站着呢 我估计我们俩可能不是他对手 所以我们俩就往回走了 我们这一趟啊 那个庙那个灌没找到 但是发现野猪了 把我们俩给吓锅枪 说给咱俩吓锅枪 是是是 我是一身汗 也不知道是累的汗还是吓出来的汗 我们俩下来的时候 那个野猪嘶吼了一声 就是往回走了 嘶吼了一声 我们真怕它冲过来 太吓了 所以这个山里边是有豹子 大家相信了吧 是非常有可能的 然后我们来问一问 这边的村民 是不是山里边野生动物很多呢 我们发现这只野猪是偶然 还是必然的 大剑 大剑 没人了 我晒得了 睡觉了 睡了觉了是不是 你那浇觉了 你那浇觉了 我咋来了 没了 我咋了 没了 我咋了 你咋了 我咋了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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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野猪吧 是野猪 估计是发现了吗 我没有 咱们这也很少见的野猪吗 看到了 秋天 秋天 我一米就晒出去 我晒了 知道有野猪 这是野猪的攻击人吗 他要看着我们的话 一般不攻击 一般嘛 最多时候也有多少 每天再次出来我们家就结录二十三 三三有啥子 一群 一群 二三十只野猪 这儿啊 这边啊 哇 那边是采采的 采在斗 二三十只野猪 咱们村里边说见过 我们现在啊 找不着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大娘带着我们去 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 再去找一趟 我们在好心的村民大姐带领下 再次进钩去寻找废弃的古道观 这次能不能顺利的找到呢 野猪还会不会再出现呢 咱们下期更新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